今天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這些旁邊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那今天還蠻多人聊天的 所以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和那個城下聊完 所以基本上法律問題大概都解決 所以我們的那個抓下來的資料還有我們爬蟲的程式基本上都可以open 所以之後整理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放到網路上面給大家來直接用 然後那個從Running那邊有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資訊 關於定家的部分呢其實如果我們591部分的資料有開放 有公開它的地址 所以我們有地址的話就可以直接拿那個使用執照和建照 直接查它到底是不是定家 會非常的精確完全不用任何的那個人工智慧 然後再來是還有那個Polka這邊有說我們 因為有一個問題是像勞政的人不會下Sequel 所以沒有辦法分析那個很大的一個標準 因為你用Excel開的話其實蠻大的不開 對那Polka提供了一個是你用 我們可以用Mega Base那基本上是一個U1 你直接點一點之後就可以達到跟下Sequel一樣的效果 比如說我們就可以查說我想要看這個是公寓的 然後租金在多少之內的房子有多少 這種事情其實就有一個很方便的Open Source的那個程式就可以做到 然後再來呢是關於這個人工 我們還是要人工標以下一些沒有地址的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對 非常工人智慧的用先挑那個 看起來非常有可能是定家 就是它是它在五九月上面寫它是六樓中的六樓 那大家知道其實一般來說不會有六樓這種東西 六樓的公寓基本上不會有這種東西 因為六樓通常會有電梯啦 所以通常六樓的就是定家 對那拿這個資料有 欸看一下 喔關掉了 欸沒有鍵盤 欸沒有鍵盤 喔 喔 OK 喔 那個六樓中的六樓有487筆喔 那今天大概先不要三十筆發現 嗯 的確大部分都是定家 對那那個定家看起來 那個至少以公寓來說還蠻好辨認的 就是你只要看這個照片裡面呢 第一個有那個青鋼架屋頂 第二個有大陽台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它的那個說明裡面有說我有大陽台 那大概這幾個你就可以 對非常快速的辨別說它是不是定家 那這個照這幾個規則還蠻準的 那有一些剩下大概只能看那個Google的街景 這樣 對 所以 正在是今天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下一步 這個資料之後會open出來 那可以是CSC下載 然後也會有API 那所以我們 之後就可以來做其他後續的各種應用 謝謝 斯瓦 謝謝 關門 警告 謝謝 佐伯 謝謝 Vehicle